第三个9题,以碗的化学式为C2H6,则下列叙述何者错误? 我们看到化学式是C2H6,就表示这一个分子里面有两个碳,有六个氢,所以选项A说,一个以碗分子有八个原子,有两个碳,六个氢,所以加起来是八个,有八个原子是对的,选项B,以碗分子有两种原子是对的,因为有一个碳,一个是氢,所以有两种原子,这也是对的, 那么选项C,以碗分子中含有六个氢原子,这也看到我们就是六个氢原子,所以这个也是对的,选项株,以碗会同时具有碳原子和氢分子的性质,这个是错的,我们晓得这个是碳跟氢所构成的化合物,化合物经常会都会失去它原有的组成元素的性质,比如说我们常常举例的是水,是由氢跟氧所组成的,氢有可燃性,氧有助燃性,可是水, 既没有可燃性,也没有助燃性,所以我们的以碗分子不会具有碳原子跟氢分子的性质,所以选项株是错的,第39题问我们说,则下列叙述何者错误,我们答案选的是株,以碗会同时具有碳原子和氢分子的性质, 当时印凡的性质 像这里有一两个性质shore表示,以后取向坐在身上转状下转水,国安大偷禁回烈景高の影子和 transportation,